令心铭记不忘为幸 忘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二别静无者 言念者 于曾习静 令心铭记不忘为幸 定一为业 未数一池曾所受静 而不忘失 能隐定故 法师宣讲 我们念佛就是靠念心锁 就是要把念的力量修得更强大 于藤习静 念一句佛号 观佛像 想佛都是藤习静 令心铭记不忘 清清楚楚的记得就像是在眼前一样 不会再忘记为幸 随后由念就可以入定 如是次第 但是 现在我们念佛 念经多是加个口字旁的念 这个要不得 只是在嘴上念 不是在心里念 从念字的结构上分析 上面是今天的金 下面是心 就是说在当下的这一念 就在当下这一境界中 念童要专注 这才是念 如果你念来念去不在当下 跑到其他地方去 那就是没念好 心灵 即位性有什么好处呢 得定 要想的定先要有念 所以 我们看八正道里面就有正念 正定 由正念就能达到正定 我们保持正念 达到正念之后 定不用去修 自然而然就可以得定 正念是以佛法来衡量的 殊胜的 正确的境界 保持这种正念 不被其他的境界所影响 一旦决定下来 心不起其他的妄想杂念 心不再转变 其他的境界也不能影响你的心 你的心也不会跑到其他境界上去 就这个心 就在这个境界上定住